广东省南方医院第二批元贺医保队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大家晚上好 我是总台央视记者陈旭婷 我现在呢是在广东的广州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的灯光球场 今天晚上在这里将会有85名医护工作者 前往湖北武汉 大家刚刚在我旁边听到的是正在点名 那今天晚上这些医护人员 他们将从这里出发 前往的是湖北的荆州 那根据国家卫健委的要求 今天通知到广东和海南两个省市对口支援 湖北的荆州 那今天晚上的85人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的85人 也将作为这一次对口支援荆州的 广东医疗队的第一批队员 在今天晚上乘坐包机前往荆州 现在现场进行的就是南方医科大学 南方医院的出征仪式 在这进行一个简单的出征仪式之后呢 大家就会前往机场了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85人 就是今天晚上会出发的我们的池圆的队伍 这85人里面包括了医生30人左右 有1000多人积极50人左右 还有这个我们相关的一些工作人员 总共是85人 同志们 疫情就是命令 防疫防控就是责任 你们都是南方医院的优秀的员工 大家一定要牢记使命 不忘动脱 严满地出色地完成这次抗疫工作 现在正在说话的是南方医院的院长 他正在给今天晚上出征的85人 做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讲话 给大家做一个 平安 相当于是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要注意的注意事项 以及给大家加油鼓劲 现在正在讲话的是南方医科大学的校长 同志们在关键的时候 义无反目 谨慎而出 为民族的命运 为人民的健康 付出自己 学校感谢你们 人民感谢你们 国家感谢你们 同志们 你们在这个时候 吩咐湖北前线 这是我们的疫情 防控的最为关键的时刻 你们在前线 多救治一位病人 多阻止一次 病毒的传播 疫情就能够得到更好的控制 所以你们 命光荣 任务兼具 我们可以预见到 你们这一次 奔赴湖北前线 将要面临到 更多的困难 你们可能会 基层 医疗条件的 你们可能会遇到 疫情发展过程中 越来越来越艰巨的任务 和越来越多的病人 还有种种 艰巨的 挑战 和困难 在等着你们 但是学校相信 只要 只要你们能够发挥出你们 养兵千日 用在一时的精湛的水平 把他们安安天的带回来 真的担当你们的历史责任 只要你们团结一心 互相保护 就一定能战胜 疫情 海拳而归 同志们 学校 无时无刻 不再关注着 你们在前方的 情况 学校也会 关注和爱护 你们的家人 请你们放心 我们相信 在你们的努力下 疫情 一定 能够被击败 你们一定能够 平安 海巡的归来 在这里 陈书记 和我们一起 为你们壮行 祝愿你们 在全县的工作 一切 在抗击 确保 你们每一位队员 平安 我们期待着你们 还可以选 健康的 顺利 归来 祝各位顺利 下面 有请南方医科大学 南委书记 陈炳珊同志 为第二批医疗队 授期 好 下面 有请 我们第二批医疗队的领队 朱宏书记讲话 现在讲话的这个是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的党委书记朱宏 他也是这一次 85人的这个 驰援队伍的队长 请举起你的右手 跟我一起宣誓 我宣誓 我宣誓 以臣以人为本 生命之上的怨信 坚定信心 同舟共进 科学防治精准施策 竭尽所能 不如使命 坚决打赢 一起防控主机战 难以加油 湖北加油 中国必胜 赵国必胜 学生力 下面有请学校领导 院领导 和我们第二期 医疗队 欢迎 接下来呢 这个院领导 和这个相关的 相关人员 和我们的85名的医疗队的队员呢 将会进行一个简单的合影 合影之后呢 大家就会从这里出发 前往白云国际机场 乘坐包机 一起前往湖北 京州 那我们也将会跟这样一个团队 一起前往机场 那我们刚才在这个南方医科大学的 这个校长 他也说到 这一次支援湖北的队伍 已经是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第二次派出这个 十元的队伍 在1月24号 就是除夕夜的当晚 广东一共派出了 128名的 持员的这个团队 作为第一批 持员武汉的团队 前往了 前往了武汉 那这128人当中 就有24名 是来自南方医院的 那今天 再有85名团队的 这个医护人员 前往湖北 总计南方医院 已经派出了超过百人的团队 这一个医院就派出了 超过百人的这样的一个团队 那根据国家卫健委的要求和部署 这个湖北的各个地市 除了武汉之外的各个地市的 其他这些地市 都有相关的省份对口去支持 去支援 那广东和海南两个省 对口支援的地市 就是湖北的荆州 那我们也知道湖北荆州 是除了武汉之外 相对来说 疫情比较严重的 这样的一个地市 那截止到2月9号 他的这个确诊病例也是超过了1000例 死亡病例也是超过了10例 可以说 疫情是相对来说 是比较严峻的 那到今天为止 广东是一共派出了 1176人的医疗队伍 前往湖北进行支援 就在昨天 广东还派出了一支支援 438人前往了湖北武汉 再加上总共所有总计的这些人数 已经超过了1000人 再加上今天持援的这85人 除了这85人之外呢 持援对口支援 荆州的团队 广东省预计的这个 持援的医务人员的这个团队 是超过1000人 将近1000人 那今天的这85人 只是第一批的先遣部队 那这85人也只是南方医院的 作为这支第一批的 这个持援的 对口支援荆州的 医务人员的一个主要力量 那除了这些 今天我们在南方医院 看到的这85人之外呢 一会儿我们跟随着 南方医院的这个大巴车 一起前往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还会和这次一起去荆州的 其他的团队的成员 在那一起会合 总共有100人左右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武汉加油 我们来看一下 武汉加油 武汉加油 南医加油 南医加油 中国必胜 中国必胜 不灭新冠 周慕华 南医加油 南医加油 中国必胜 南医加油 南医加油 武汉加油 南医加油 男一加油 无非加油 中国必胜 全都竖起来嘛 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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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二三 男一加油 无非加油 中国必胜 我们接下来也会找我们的中国 然后我们的朱红书记让他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医疗队的整体情况 医疗队登车了 骑你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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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人比较多 都听我的 那边的人 乱出道来 我右手边的人 乱出道来 骑你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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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你 往後再往後再 那個拍像的艙 到這邊來 到這邊來 那我還 請您小心 我們一定不是隨便圓滿完成任務 找到安全和來 請同志們 等待著我們凱旋的 休息 好 大家出發 我們在隊伍走之前 周書記 不好意思 我們是央視的 正在做新媒體直播 我們通過央視新聞的這個平台 正在做網絡直播 您能給我們介紹一下咱們南方醫院的 這一次的整體的85人的一個團隊 是一個什麼樣的構成嗎 這一次我們接到 省的指示呢 我們是支持湖北的 因為我們廣東是 省幫市任務是給金州 那麼大家都知道 這一次疫情來了以後 武漢的疫情是最重的 但是武漢呢通過國家施策以後呢 有上萬名的醫護專家 已經到了武漢 但是湖北的各個地級市 仍然是形勢非常嚴峻 所以這一次國家的 這個非常好的一個政策 就是由各個省來幫扶一個地級市 那麼廣東省的任務就是幫扶 金州市 我們這一次第一批的幫扶 金州市的醫療隊 明天後天還會有 我們第一批總共85個人 這85個人裡面 醫生有多少人 護士有多少人 醫生總共是 我們管理人員三人 醫生是35名 剩下的是護理團隊 是護理人員 護理人員 那這次的 這次的這個醫生主要 都集中在什麼科室呢 主要是 呼吸內科 感染內科和ICU 重症ICU 主要這三個科的專家為主 當然我們還有大量的 豐富的今天的護士 這次還有我們感染防控專家 我們也帶了一位心理醫生 為什麼會有一位心理醫生 跟著咱們這個團隊一起去 因為我們除了要為我們 本隊的醫護人員服務以外 因為我們知道 這一次的時間可能不會短 可能會有一個 我們要準備打一個持久戰 所以長時間的這種 在一個身為心理醫生 因為荊州的 它整個的疫情的情況 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嚴重的 它現在確診病例 已經超過了1000例了 對於這麼嚴重的這樣的 疫情的這樣的地區 我們有沒有這樣的 心理準備 準備到那邊以後 就是我們是不是今天出發了 明天到那就可以進入工作 必須的 我們今天晚上就要趕到荊州 我們做好一切的準備 荊州的條件一定會比武漢 不如武漢 應該這麼說 但是不管什麼樣的條件 我們的專家也了解了很多 有關荊州的信息 所以我們有了足夠的準備 我們的物資也都自己帶好了 我們甚至連呼吸機 連艾克末我們都帶了 應該準備做好一切艱苦的 這個長時間的奮戰 我們帶了一台艾克末去 我們帶了 那我們也知道就是之前 除夕的那天晚上 我們是有24人 已經作為第一批團隊去了武漢 對 第一批醫療隊 我們去了24名 是大年30出發的 跟著廣東省醫療隊一起去的 那我們今天的這85人 跟他們是不會合的對吧 是分開的 不會合 是兩個地方 這個是全國的任務 國家新的任務 就是要幫扶地基市 那我們之前去的這些 醫護工作者 有沒有給我們反饋一些信息 就是說在湖北的這個情況 大概是什麼樣的 讓我們後面的這個 再去的這個團隊 有一些準備 有準備 我們這幾天一直都在準備 因為每天都要會 各個專家的救治的情況 整個新冠呢 因為目前還是有很多未知因素 但是救治起來呢 大家還是慢慢慢慢的 應該說越來越有經驗 大家也可以了解到 我們很多的 現在的治癒的病人越來越多 就從廣東來說 這個新發 治癒的病人已經比新發的多了 這是個非常好的消息 因為我看咱們的團隊要出發 要不我們就邊走邊說 因為我怕也影響您一會兒的出發 咱們邊走邊往前說吧 好 謝謝 謝謝 咱們這次的這個所有的物資 是跟著大發車一塊 跟著咱們的包機一塊過去嗎 對對對 帶了哪些物資 我們準備了10天的物資 主要防護物資是我們帶好了 呼吸機我們也帶了 Ecmo也帶了 我們這個磁器碗鏡也帶了 那這些防護物資只夠用10天的話 那10天之後的話怎麼辦 我們根據當地的情況 如果當地爭取當地能夠補給 如果不行 我們後方還會隨時補充 因為我知道廣東這邊的 其實這個防護物資 也相對來說比較緊張 現在南方院的物資非常緊張 那麼我們院本部就怎麼說呢 支持前線吧 這個大家都有充分的事項準備 我們把原來儲備的 所有的該拿出來的都拿出來了 那麼未來我們也在積極爭取 一個是從政府各個部門補充 第二個呢我們也有很多的 這個企業呀愛心人士啊 一些捐助 我相信辦法總會有的 咱們現在南方醫院也收治的 有確診的病人對吧 現在有一個 那就比如說一個是對 因為審理要求是集中收治 所以我們確診以後 全部轉到18 那比如說我們這些醫護人員 支援了前線的話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醫院 現在的比如說 發熱門診的排查 這些情況 應該不會 未來呢我們也做好了準備 因為南方院 有可能是第二批 收治危重病人的醫院 因為現在我們審理的兩家 主要18和省二 現在收治動物都非常重 有可能他們床位滿了以後 完成不了這個收治任務 南方醫院可能會作為 第二批收治 微重病人的醫院 那就其實除了我們 持援前線呢 我們自己醫院 接下來的任務 也可能會很 必須要做好這個準備 那如果是這樣的情況的話 那前方的這85人 剛才說之前有 一批是24人 今天的85人 在持援荆州的這些 之後的團隊裡面 還會我們南方醫院 還會再派人 這個根據任務來吧 南方醫院是個有優良傳統的軍隊的醫院 對我剛才在看這個現場的時候 我覺得南方醫院是 它的前身是一個部隊醫院 對 原來是第一軍大學 第一附属醫院 所以我們這個 有一句口號叫 朝必來 來必戰 戰必勝 這是我們的傳統 只要國家有需要 我們會努力 親近我們所有 完成這樣的任務 今天這個任務 是不是也比較急 四點能通知吧 下午四點能通知 對對對 因為我看這個 確定了廣東和海南對口支援 荆州是今天才發布的消息 對對對 沒有想到這麼快 就準備了85人 但是我們早就有準備 我們知道會有這樣的任務 就是這個 這個我們知道 整個湖北的任務 肯定是沒有 就那麼快結束 所以我們已經早就準備好了 醫療隊 做了一些準備 物資也做了準備 專家做了培訓的準備 這個我們早就做好了 他培訓您指的是 今天去前往前方的這些 全部的培訓 防護自己的培訓 包括怎麼樣救治 整個新冠的救治指南的培訓 這個都準備好了 好 那您就先上車 我一會兒跟著咱們的大巴車 一塊兒去機場 好 一會兒見 謝謝您 一會兒見 那我們接下來 就跟著這個南方醫院的 這85人的這個團隊 我們就一起上車吧 我們往大巴車那邊走好不好 走 小心一點腳底下 小心一點 我們一起往大巴車那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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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車上拉的應該是防護的物資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車是不是防護的物資 這個車是要一起去湖北的物資嗎 是的 這個 拉到白雲機場跟著專機走是吧 沒錯沒錯沒錯 好嘞 一共三台這個還有三台這個拉護的車 三車這樣 對對對對對 物資物資 滿滿的滿滿的 好好好 謝謝您辛苦了走 我們一會兒看一下這個物資 上車上車 你找了嗎 你們把東西交給我 我就跑了 就在了 你別再送了就在前面 好吧 你現在打電話了 好好謝謝謝謝你 拜拜 拜拜 拜拜